假设你如果有些部分不太熟了 像刚刚这地方 后面加一个encoding的UTU bar 然后另外的话 这种写法是for each line in这个串列把它全部读出来 这个是for each的 就是在串列里面所有读 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要第零个到第十个 所以你就要写成什么 for 这边底下的话 你要for i in range ok 那另外的话我们strip 把这个拿掉 但另外一种写法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repress repress是不局限在最后最右边 也不是最左边中间也可以 但是你这边写成这样 感觉好像还是没有strip来的简单 但如果未来你的这个换行符号 刚好在自串的中间的话 你就只能用repress 不能用strip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两个蛮常用的啦 所以我先就是顺便讲一下 未来如果你遇到的话 你就在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好 尤其是之前有蛮多同学 就是把一些外部的档案 要汇到资料库 发现有错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那种 就是试源或者符号 它刚好在你的档案里面用 在档案不会出事 但是问题你在丢到资料库就容易 像档案里面如果有单引号或双引号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单引号跟双引号 insert into到资料库的话 就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那些是属于保留的符号跟资源 是没有办法写到里面去 那如果没有办法写到里面去 就是图桌怎么办 把它取代掉 把它拿掉 看你要把那个单引号或双引号或者不合法的资源 取代成另外一个资源 或者把它去掉都可以 那你用replace就OK了 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但有时候之前就有同学就卡 光卡在这里卡很久 不知道怎么办 看就replace掉就好了 问题马上就豁然开朗了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差一个步骤而已 那程式没办法 程式是完美主义的 一个bug哪怕你是99分 你差一分都不行 所以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这样 差一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要很小心 那再来的话 我如果只要取两栏的话怎么办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取两栏的话 像我们现在有五个栏位 如果你要取第二栏跟第五栏的话 那编号当然是从零开始 所以应该是一跟四 那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这边有几种做法 就是不外乎怎么样 把这个串列再做分割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再做切割呢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我在这边先把这个list 1 里面的这一个 我前面先把一个list 这个list是切割之后的 那也许第一次叫list 1 第二次叫list 2 我的习惯是这样 然后再把这个怎么样 再把它拿到这边来 做什么呢 做切割的动作 切割怎么切割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怎么strip 有没有 然后呢 strip strip ok strip 来了 刮糊 然后呢 你就想根据痘点去帮我切 所以呢 他会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一串 其实就放在这边 跟着你讲 应该是sprit才对的 跟着你讲 sprit sprit ok sprit 切割 切割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变成01234 放在这里面 有没有 然后呢 我要 只取得什么呢 只取得 所以这边特别重要 本来它是一个字串 那我切割完之后 他这个是0 1 我要1 对不对 然后2 3 4 这两个我要 其他不要 所以呢 底下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后面 prince的部分的话 你就记得呢 把 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1个 第2个 就是 中瓜五里面 index1的 在串接中间 假如说我要一个逗点 在串接什么呢 在串接一个 第4个 ok 所以这个的话 把这个再串接一个4 意思就是说 我要的是手机那一把 但是手机这一栏后面会有个换行符号 所以 刚刚那个点什么呢 dns trip 这个部分的话 一样 要在这个 这个地方呢 把它去掉 因为它手机后面会多一个换行的符号 ok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已经 切完 然后把它 我们试一下 你应该这样 ok了 讯名跟那个手机部分 帮我输出 而且输出范围一样是从 第一个到第10个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呢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写出去变一个csv档 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我把它open一下 就有点像csv 它预设是 用什么呢 用那个ecell来开 也就把它输出 因为比如我今天这个档 我要丢给那个 其他人用的话 我必须把它写出去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做出来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比如我今天把这个删掉 按右键 delete掉 那这个地方 我需要产生那个东西 那要怎么做 特别注意 当然如果说你要写档 在python里面也非常简单 程式只有两行 真的只有两行 那怎么写 我的习惯是把 写档跟开档 的第一行都一样 所以我把这个拿过来 复制到下面 但是我物件名称改一下 也就叫sfw open的话呢 我把它写出去的档名 就是member.csv 改一下副档名 那模式的话呢 把它改成w ok这叫写档 差别在这里 那编码方式的话 因为我们是给e-sale e-sale是微软的 所以记得后面encoding这个不要 如果你这边 假设你要给google用的话 你就要encoding 等于这个bar 非微软阵营 但微软阵营就不要了 ok应该懂 如果你加了反而 用以声音打开 哇不乱嘛 ok 好 那后面的话呢 写档出去的话 你就什么 fw这个物件 档案物件的话 后面加一个write 应该会吧 刮糊 write一个东西给他 但是问题 我们有那个东西吗 你要把它串好的东西 理论上是一个字串 但目前这个字串有吗 好像没有 有一个s 那我要怎么样把s产生 特别是哦 也许我可以先把s这个物件 先在那个痊愈的地方 先产生一个空的 然后呢 跑回圈的时候 它一边输出怎么样 那我就一边串不就好了 s 串的话 加等于 什么东西呢 就把什么呢 把它串的这些东西怎么样 把它放在这边不就好了 意思说 它这个是print出去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帮我一直跟它串 跟它串 一直就是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s的变数里面 那最后呢 再帮我把它write出去 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 这地方吧 特别注意哦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如果要写出 一个那个member 点csv的话 第一行跟上面一样 write这个变数 ok 但这个变数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呢 假设你没有加这个 我刚刚讲的 跟刚刚一样 你在这边产生 它如果初始化在这里的话 只有区域里面能够用 外面不能用 ok 就跟什么区域 就跟我们出国一定要护照吧 有没有 我们在台湾用身份证ok啦 但你出国你没有护照 因为护照是有点像痊愈的嘛 对不对 不然你出国你用身份证给它看 它一定不接受嘛 又类似的道理 有没有 所以我必须 这里有点像办一个护照啦 之后的话write出去就ok了 好 那我把这个地方把它串 串到这边里面来 再把它write出去 但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也可以先不要输出嘛 你可以 假设吧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熟 你可以先串完之后 先把它print出去 确定这个东西 是你要的 也不要print这一串 这一串 这个地方不要print 我就是串完之后 先print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诶 print出去 那不过好像会有一个问题 它好像没有换行 所以没有换行的话怎么办呢 诶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干脆这个strip 不要strip掉 delicant掉 诶 这样子看一下 这样不ok呢 诶 ok了 有没有 那剩下来呢 就是再来 所以特别主要 如果你没有把握 我建议你不要野心太大 一次就做到底 你就分别print慢慢慢慢来 确保你是对的 否则的话有同意 一次就全部打完了 一round错了 错在哪里 不知道 倒不如你慢慢慢慢组好 这样ok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print它了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这个就不用了 再来怎么办 把它write出去 而且我发现 python其实写档还蛮简单 就两行 真的非常简单 两行而已 ok 而且 在python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 r模式 w模式 再多寄一个a模式 大概就够用了 r就读嘛 w就写嘛 a的话是什么 写的时候呢 w是复写 a是写到下面 有没有 就是insert模式吧 就是你那个档 它不会一直盖掉 它会帮你写到下面去 叫insert模式 或者叫append模式 a其实append append就是一直串在下面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把这边执行一下 看一下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应该没有bug 那接下来这边没有出现 你就按右键 把它重整一下 按f5也可以 这个时候就有了 按右键把它open一下 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 假如你刚刚的东西没错 那理论上 在excel里面呢 看到的结果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利用什么 利用sprecher 把刚刚list切完之后 丢到list2 再把它就是先print出来 确定 串接 串完之后呢 用写的方法把它写出去 那这一题就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了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切一下 所以呢你会发现 全部假设这边的城市呢 我把不需要的城市把它去掉的话 其实加总起来 城市只有八行 也就是说呢 两行是开档 然后两行是写档 另外呢 要取前十个会员加两栏呢 就是回圈就再加个四行城市 八行城市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 其实以前要很复杂的 所以你会发现Python 它主要的用意应该就是希望 你很多地方 就是用很简短的叙述就可以 把以前可能要用滑鼠键盘做的事情 也能够通通完成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 就是我是希望能够把Member.tst 外部读取进来 当然会有一个转码问题 然后读取到串列 读到串列之后 取得十个会员 两个栏位 最后呢把它串到一个字串 把它write出去 就完成这一题了 有八行城市而已 OK 其实相当的精简 Member.tst 真的每个人写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东西 你去看别人写的 跟我写的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 目前用不到的 一律我就不会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能够尽量是把城市 应该是算最小化 最精简化 OK 然后那个 变数名称 我也习惯 第一次产生的串列 就是List1 第二次产生的就是List2 第三次就List3 S类推 这是我的习惯 所以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就你不用特别去想说 到底那个变数要叫什么 所以以后你会发现 我后面写程式都有固定的原则 所以 但你如果有自己的习惯 你可以用你的习惯 我觉得OK 最重要是你要有一套 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这点是非常重要 可以试一下